好 各位優秀的同學 我們今天開始要上機器學習概論 那今天就是第一個 就是第一節課上機器學習 我會教大家三個方法 這三個方法都非常的簡單 那但是這個推導過程 就是跟那個之前統計的方法會非常不一樣 它可能背後都沒有什麼太簡單的 太複雜的數學原理都非常容易理解 但是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創意真的是非常多變 那大家不見得一定全部都要學會這樣子 就是我說原理的部分不見得都要學會 不過這個就是 運算的部分 怎麼用程式做這件事情 可能還是要學一下 好 那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從這節課開始 我們會教大家非常多種機器學習的方法 但是有一個定理 叫做無免費午餐定理 這個定理意思是這樣的 就是其實我們會教大家那麼多種方法 那哪一種方法在什麼任務中表現比較好 其實在做之前我們是不知道的 就是實際上已經有非常多這樣的研究 去看說可能有一兩百個任務 然後用一兩百種方法去做 我發現每一個方法 每一個方法 其實它在不同的dataset裡面都各有它的優勢 就是說 我們之後 其實在做人工智慧 你就是不斷的在選方法 然後調整一些參數這樣子 好 那這個 上禮拜我們已經學到可以調一個參數了對不對 就是 你想要看X跟Y的關係 可是你不知道它的這個 就是 它的關係鐵定不是線性嗎 那你可以允許它有幾個轉折 那這個是不是我們就是要調參數 所以說以後大家知道就是做人工智慧模型 在最開始你學會很多種方法之後 你可能大部分你要去讓模型變準確 其實你都在做調參數的工作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第一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叫線性判別分析 這個線性判別分析它的邏輯是這個樣子 就是啊 它希望啊 原始的坐標點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本來這個 本來就是按說紅點跟藍點 它在空間中 如果是二維的話就是一個平面 三維就是一個空間 然後四維以上就是一個超空間 反正它在一個空間中 總是能夠把它的坐標點把它點出來 那我們希望做什麼事咧 我們希望透過一些投影 投影或者是轉軸 等一下我們來教大家什麼叫投影 什麼叫轉軸好不好 然後我們希望把這兩個群落 或者是三個群落 然後找到一個軸 可以讓它最大化的去分離它們 好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這個找到一個投影方式 讓投影後的組內差異最小化 組間差異最大化 組內差異就是紅點跟紅點之間 我希望它在投影完之後 它們之間的距離差是很小的 然後紅點跟藍點之間的距離差是很大的 我們希望做到這件事情 好的我們先用我們的範例資料 我們先把我們的範例資料讀進來 好這個大概沒有什麼問題 好我們繼續看一下 我們繼續看一下後面的內容 好 什麼叫投影啊 就是這個在這邊聽得懂 投影的人可能不多啦 好不好 投影 這個額 我們顧名思義我們先講一下 就是我們如果現在手上有個3D的物體 然後我們想要把它畫在一張紙上 那你要怎麼做 你是不是就是拿一個光去照它 那它是不是就投影在二維平面上 那 你大概可以想像一件事情嘛 就是一個人 就是一個人 他從頭 那個光源如果在頭頂 然後他把它打到這個紙上面 跟光源在旁邊打到紙上面 這個投影出來在2D 在2D圖像上的這個樣子 就會完全不一樣 這個可以接受喔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話 那 這個光源要放在哪裡 這是不是就是可以 這個 透過 就是可以透過你來控制 你就是 你想要用什麼角度 去投影它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 在投影 如果在數學上來講 它其實是 去乘上的矩陣 好 我這邊舉個例子啊 這個 如果 這邊有一個 矩陣 叫做這個旋轉投影矩陣 這個旋轉投影矩陣 有個效果喔 我現在就帶大家看一下 這個矩陣的投影到底效果是什麼 就是 如果今天我有一個 三個點是這樣子 然後我想要讓它 轉180度 沿著00這個點 轉180度 我可以把這些點 乘上這個矩陣 然後當然這個就要 cos 180度 -180度 上180度 cos 180度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可以轉過去喔 你想要轉幾度就可以轉幾度喔 好那我們來試一下 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這個 例子好了 好大家先看一下 首先我先產生一個 x matrix 這個x matrix 長成這個樣子 就是原始的坐標點 這是原始的坐標點喔 好我現在希望它轉0.5 但是這個0.5 是那個 就是 那個什麼啊 就是三角函數的那個度數 好不好 那這個 rotation matrix 它就長這個樣子 這個是 來大家看 這個是cos cos -sin sin cos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這是 cos sin -sin cos 好然後 我把這兩個矩陣相乘 所以就x matrix乘以r 就這樣子 乘完之後 我得到了一個新的matrix 是xr matrix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現在來看看啊 我把它打到圖上面 這是原來的 這是原來的喔 好 這是後來的 你有沒有發現它真的就是照著0.0 然後全部一起轉了多少度 這樣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嗎 所以 這個 這個 投影矩陣 它的效果 是不是就是 可以把它做一些就是 等於說這個就是 就是 沿著這個中心做旋轉 這樣子 好那我問大家一下子 那如果 今天 做 我很調皮啊 我們來看一下啊 這個我把這個 rmatrix 本來rmatrix長這樣嘛對不對 我rmatrix的第二個維度 好來這裡 把它等於rmatrix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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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再做一次喔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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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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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一次 好 你有沒有發現他被轉了更多了 好 為什麼 因為你大概可以想像非常簡單 我剛剛把某一個Colent乘2對不對 我剛剛是不是把這個 這個Rmatrix的這個 這個Colent全部給他乘2了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個他在乘 就是他在乘的時候 是不是乘到這個軸 他對這個就是前面的這個 每一個就是每一個 這個點他在乘這個 第二個軸的時候 是不是都會乘2倍 都會乘到2倍這個數字 所以他對Y軸的放大 就增加了 對X軸的轉字的度數是一樣 但是對Y軸的度數就增加了 好 所以我跟大家展示這樣的一個矩陣 我想要告訴大家是什麼 就是如果今天有一個 有一堆資料 這一堆資料他長成這個樣子 他長成這個樣子喔 透過一個矩陣的乘法 我就可以把它 做一些就是 就是把它做一些這個 不管是X軸 Y軸的縮放啊 或是旋轉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旋轉跟縮放 我其實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好 那我要做到這件事情啊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我們現在要做線性判別分析 我們再看一次我們前面要做什麼 我們前面要做的是 找到一個投影方式 讓投影後的主內差異最小化 主間差異最大化 所以其實是我要找個矩陣對不對 我找一個矩陣讓他轉軸之後 那他的這個就是 他的這個就是 這個主間差異 這個最大化 然後主內差異最小化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直接看一下我們的語法 我們的語法 Library Math這一個套件 Library以後啊 我們想要分類的東西是AMI 所以我們先把它aspector起來 然後注意看這裡 直接用LDA這個函數 AMI它被什麼預測咧 Rate跟QTC預測 然後用Data這筆資料 然後你可以得到一個叫LDAFIT 這一個 LDAFIT裡面啊 它有一個叫Scaling的 這就是那個旋轉矩陣 這就是我們要的旋轉矩陣喔 這個旋轉矩陣可以拿來做什麼 就是 把本來的數字乘上去 我們本來的X matrix 長成這個樣子 我們剛剛是用Rate跟QTC 去做轉軸的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本來的X matrix 轉成這個樣子 好 本來是這個樣子 那經過這個 轉軸之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轉軸前跟轉軸後的效果 這個R matrix就是剛剛那個轉字矩陣 就是剛剛我們LDA算出來的那個矩陣嘛對不對 那這個XR就是兩個相乘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它轉軸前跟轉軸後的效果 你會發現 本來 本來紅點跟藍點 他們這個 他們之間 他們最大最顯著差距的軸可能是這裡 你如果直接看的話它大概是這樣對不對 大概是一個斜斜的對不對 轉了之後你發現什麼 它是平的 對吧 注意喔 轉了之後一定是平的喔 因為 你就是要希望找到一個軸 找到第一個軸 讓它的這個差距最大 最大 就是 主間差異最大化 主內差異最小化 主間就是不同顏色嘛 不同顏色你要讓它最大化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 所以啊 是不是 真的是有這個轉軸的效果 這樣大家知道投影的威力了吧 好可是 有什麼 這兩個圖 你發現有什麼 就是 你發現有什麼特性 就是 這個紅點跟藍點的這個相對關係 還是沒有改變 它沒有分得非常開對不對 雖然說它做了一個轉軸 我把最重要的這個差異放到了X軸 可是它們本身的相對關係 並沒有被破壞 所以這說明了什麼事情 就是 我們的這個 矩陣投影 線性判別分析 它畢竟是線性的轉換 我們大概可以想像 矩陣的懲罰就是一個線性的轉換 所以它其實啊 沒有什麼用 它沒有什麼用是正常的 我們也知道它沒有什麼用 我們只是先教大家這個簡單的方法 所以這個簡單的方法 不會教你們太多深入的原理啊 你說這個 這個轉軸矩陣怎麼找 這個 這個我們就不想管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還記憶著我們 所有之前學到的方法 如果我們得到一個 就我們透過這個函數 然後寫出這樣的函數 寫出這樣的方程式 去預測出一個LDA fit 之後 我們一定有一個函 我們有一個函數就 predict 非常好用嘛 對不對 我們可以直接得到我們的答案 你看 你如果直接predict這個答案的話 你如果直接predict答案的話 你會看到你的答案是什麼 你的答案是 你的答案是 它在這裡的話 是不是有非常多東西 然後其實有一個class class這裡 幾乎每一筆都被預測 NOT AMI 對不對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原因是因為這樣子 來你看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 它的每一筆的機率 你看 機率有大有小 可是 NOT AMI 永遠是最大的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這個我們在做 Softmax Regression的時候 就兩節課以前 上上節課 我們是不是就遇到類似的事情了 為什麼 因為 這個樣本它其實沒有很好的分離能力 所以說 這個 就是 NOT AMI 有佔了90% 那 不管怎麼樣 我先預測NOT AMI 我猜對的機率總是比較高嘛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它的問題 好 那這個是 不同類別平均數的距離 這個東西就是有意義的囉 因為 雖然 對於每個樣本來講 它 預測 AMI大概是 它預測NOT AMI 當然是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 它還是有 跟這個 NOT AMI比較接近 還是跟 STEMI比較接近 那這個值 它可以拿來畫 我們的ROC Curve 也許我們的切點 可以定在0.2 那這樣這個就會被我們 分成是STEMI 那另外的就不是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 這個我們剛剛就看過了 好 那我們可以把這樣的一個東西 拿來畫ROC Curve 好 我們現在就拿來畫ROC Curve 那畫ROC Curve 我們發現了什麼咧 我們發現這個 ROC Curve 它其實是有一點點預測能力 不是非常好的預測能力 但其實是有預測能力 那這個整個語法大家注意 整個語法 你需要注意的就是 首先 DATA讀進來了以後 你要先用LDA這個函數 去產生一個LDA Fit 產生一個LDA Fit之後 你需要用LDA Fit 對DATA做預測 預測完了之後 你會得到一個答案 對不對 這個答案裡面的 這個東西 那它就是可以拿來做ROC Curve 看看這個Model的準確度多少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那我想 這第一節課 第一個練習題這個 非常簡單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想要用 RACT跟QTC去預測LVD 所以在這裡我已經幫你把 這個X跟Y 這兩組DATA已經弄好了 然後甚至我已經幫你分好了 TRAINING DATA 跟RADITION DATA 還有TEST DATA 好 那請你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剛剛我們用LDA對不對 好 請你用LDA 完成剛剛的 這樣的一個 先用TRAINING SET 去找這個 去建立這個Model 就找到那個旋轉矩陣 那接著用RADITION SET 你要畫ROC Curve的時候 你要用RADITION SET 找最佳切點 對不對 好 最後 在TEST SET上面 去呈現它的Performance 好 你同時要做 先進判別分析跟邏輯思維規兩項 那我給大家大概十到十五分鐘的時間 那如果你就是大概過了五 你覺得前面有點困難 就是或什麼的話 你可以直接看後面的答案沒有關係 但你必須親手做一次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一題要怎麼做 那這一題要怎麼做 就是 邏輯思維規的結果非常簡單 就是 我把TrainingX 然後把它所有東西拿來預測TrainingY 那 預測出來的東西叫GLMFIT 這個東西就可以拿來做 RADITION 跟 TEST的預測 那預測完了之後 我就可以在 這個 預測完了之後 我就可以在這個 欸等一下等一下 我前面還沒有複製 就是 好 預測完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結果 好不好 預測完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ROCCURVE 然後 把它的這個結果把它秀出來 這個東西啊 就是你如果記不起來 它怎麼做 你看前面的那個語法 就可以抄了 不見得說 你一定要看這一刻的 你之前的前面的語法就可以抄了 好 你會翻來做出來的 ARIE UNDERCURVE VALIDATION是0.76 TEST SET是0.702 那敏感度跟特異度分別是這個樣子 好 那 你要把GLMFIT改成LDA 這件事有多簡單欸 你只要這樣改 LDA 這樣你是不是就改成LDA了 這樣可以吧 好 除了這個樣子以外 這個物件的名稱 你不改都無所謂 好不好 但是這個裡面的 這個裡面 這樣子預測完了之後 這個要刪掉 這個預測完了之後 它是這個裡面的 這個東西嘛對不對 好 這個裡面的 這個東西 好 你看從頭到尾再做一次喔 欸 為什麼不行 太不給面子了 喔 這裡面的 它要第二個元素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它 我們要看1的機率嘛 這樣可以接受 我們要看1的機率 好 這裡面的第一個 第二個元素 這裡面的第二個元素 好 從頭到尾再做一次 欸 這樣到底有沒有做出來啊 我看一下 這樣看起來好像 喔 這 這裡我忘記 這裡我忘記做這個了 這裡我忘記改了 好 這樣 我就換成LDA了 如果你從頭到尾執行一次 你會發現啦 這個圖跟 前面這張圖 它根本就長一模一樣 好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為什麼這 為什麼這很正常 好 原因是這個樣子啦 它就是線性分析嘛 對不對 那線性分析 再怎麼做 還不是就那個樣子 那 而且他們做的事情 完全一樣 不就是乘一個矩陣嗎 如果今天 它是線性分析 但它不是乘一個矩陣 那可能大家還有 比較有得談 說可能答案會不一樣 那今天 是線性分析 乘一個矩陣 那答案當然是完全一樣啊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 邏輯思維規跟 LDA 它的答案會完全一樣喔 所以拜託以後 如果你要做什麼 你說 我們剛剛最開始交了 沒有免費午餐定理 然後 接著 你就說 那所以我 十個方法每個都要試 千萬不要投入出現邏輯 所以歸加線性判別分析啊 那這個非常搞笑 因為這個 就充分說明著 你根本不知道這兩個東西 是完全一樣的東西啊 好 那 所以這個方法 我不會講得太 就是 我不會講得太這個 太細啦 因為其實 你如果 只要說LDA這個函數 我剛剛根本沒有講 他怎麼解的嘛 對不對 你 只要知道他的結果 跟我們教過的 邏輯思維規跟線性回歸 那是一模一樣 所以 他的解法 最後一定完全可以等價於 邏輯思維規跟線性回歸 這樣解出來的東西才會一樣嘛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這樣 好 那我們今天第二個要教的方法 叫 樵素被 葉斯分類器 哪一幅就是天真的意思啊 好不好 哪一幅 這個classification 他在做什麼咧 來我已經把 該寫的東西寫在黑板上 他的邏輯是這個樣子 大家看著喔 首先 我現在希望啊 我們先不要看式子 我們先用想的喔 就是 如果今天 我 有一些條件 就我這個人是 男生 50歲 bmi 70 bmi 25 好不好 這個 男生50歲 bmi 25 這樣子一個條件 那我想知道 我 我是比較容易 有疾病 還是比較容易沒有疾病 我想知道這件事情 那我們把 這個x 這就是一堆條件嘛 對不對 那這個l 發生x的前提之下 發生y的機率 和 l 發生 x 發生x的情況 條件之下 發生y'的機率 這個l 我們把它叫成 這個就是 likelihood 就可能性 這樣可以 likelihood 那這兩個數字 誰大 就代表著 我 應該比較有可能是 y 還是y' 對不對 就是我有可能是 發生事件 還是不是發生事件 好 後面這趟公司不容易理解 我們看黑板 好不好 來 就是 條件機率 左上角這個東西 就是條件機率 對不對 看一下這個條件機率喔 如果 大家如果知道這個 p 這個x 就是下面 下面這個 最右邊這個下面這裡 就是 發生x 再發生y 這樣的一個條件機率 是不是 先發生x 分 然後分子是這個 x跟y的交集 這個可以接受嗎 下面這個式子 你們應該所有人都會吧 好這樣可以齁 上面這個式子 你們應該也會所有人都會 對不對 我只把xy反過來而已喔 我只把xy反過來而已 所以 下面的分子是完全一樣的 分母會不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 這兩個機率 條件機率可不可以做轉換 可以 對不對 左邊是不是寫了這個式子 如果 我把 我本來是要 呃 我本來 呃 我的pxy 就是 發生x 再發生y的機率 它是等於 這個 pyx 就是 先發生y再發生x的機率 乘上 py除以px 我是把兩式做了一個 合併 然後交換 因為他們有一個共用的部分嘛 這個可以接受嗎 好 左邊這個 紅色式子 你可以接受的話 藍色式子 你應該也可以接受 為什麼 我只是把所有的y 換成y' 我只是把所有的y換y'而已喔 就是 x是固定的嘛 所以跟x有關的元素都保留 跟y有關的元素 通過換y' 這樣可以接受吧 左邊跟右邊 藍色式子跟紅色式子 他們在分母項 是不是有個固定的px 所以這個是可以 這個我在比較 那個 發生x再次發生y的機率 和發生x發生y'的機率 這個分母項 我是不用管他的 我要比大小的時候 不用管分母項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的話 現在來看 我們現在 講義上的式子 這講義上的式子 是不是就跟上面這個式子 完全一樣啦 只是沒有分母嘛 對不對 來 發生x再發生y的 這個 的 這個 可能性 等於 先發生y嘛 先發生y 看到了嗎 這個先發生y嘛 可以接受吧 先發生y 在乘上 發生y的狀況下 發生x的機會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 因為我們的x總共有三個 我們假設 這三者是相互獨立 相互獨立的假設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喔 相互獨立的假設 在獨立假設 成立之下 這個 三個x的機率 是不是就可以當作是獨立的 獨立的話 就可以是直接用相乘的機率 這 發生這個 這個 這個 我現在想不到耶 明天 可能 我現在想不到例子啦 好不好 我現在真的想不到例子 但是這個 如果兩個機率是獨立事件 那兩者同時發生的機率 就是兩個的機率 分別的機率相乘嘛 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好 那所以我 發生x再發生y的機率 是不是就長這樣 那發生 x再發生y的機率 是不是就長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問題出來了 這一些 是不是都是已知數 就是 如果以後 有個新的人進來 有個新的人進來 他 他是有一個 x的條件 那我想知道 他發生y的機率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用這個式子 把這個 算出來 把l 就是 發生x再發生y的機率 和l發生x再發生y的機率 都把它算出來之後 看誰比較大 我就決定 要用哪一個 要 要相信說 他是會發生還不發生 好我今天問大家一個事情 你們覺得 把這樣一個 機率 拆解成這個樣子 是不是 很智障 為什麼不要直接看 這個人 他發生y的機率 在樣本裡面發生y的機率 好答案是不行的 為什麼不行 因為 男生 50歲 BMI25 搞不好的樣本一個都沒有 你一個這樣的樣本都沒有 你知道嗎 所以你一個這樣的樣本都沒有 你怎麼去知道他的機率是多少 這樣你懂我意思吧 或者是即使有 樣本也非常少 因為那個條件 越 湊越多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 會出現 交集的人數就越來越少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 右邊這個樣子 會不會變得比較簡單 這個PY 那絕對是很簡單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樣本裡面絕對是找得到PY這個數字 對不對 然後呢 先發生Y再發生X1的機率 這個應該也蠻多的 這個也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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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蠻多的 所以說 你把這個式子拆解成這樣 他是有意義的喔 因為 這一些機率都相對好取得 而這個機率不好取得 因為他太多條件的組合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我們所負擔的條件只有 獨立假設 就是他在右邊是獨立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個 圖數被葉斯分類器 這樣的一個原理可以了解了嗎 也就是說 我現在啊 如果給定一個X1X2X3的條件 我就是把 這兩個機率算出來 然後決定誰大誰小 就知道他是什麼了 好那 獨立假設有什麼好處 好處就是 這個 我可以 就是我可以有足夠多的樣本去計算這些東西嗎 那後來出什麼 他又是一個限進去測工具 獨立 獨立 你都直接用相乘了 那是不是 你又不考慮 欸 這個X1X2搞不好 同時一起發生啊 都 總是同時一起發生嘛 對不對 那我隨便舉個例子 就來說這個 這個男生跟短頭髮 這邊有一個叫男生 一個叫短頭髮 那男生的機率是50% 短頭髮的機率也是50% 那這個 這樣子我不是就連成了兩次嗎 那這機率是不是就變小了 所以這樣的 獨立假設其實不見得是好事 這樣懂我意思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做個範例 這邊有個範例 我們假設就只有10個樣本 10個樣本 這個 年齡 性別 職業 月收入半卡 這個 半卡會或不會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那我現在有一個新的人 有一個 他是女性 年齡 31到40 上班族月收入中等 我想問 他半卡比較有可能半卡 還是比較不可能半卡 欸 你如果要找女性 年齡介於30 女性 31到40 上班族月收入中等 那他就是會嘛 這邊只有一筆數據 你看到了吧 可是問題是 我們只有一筆數據 決定這樣好嗎 不好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想個辦法 他條件這麼多 我們用樸數 貝爾斯分類器 去做一個處理 我們怎麼處理呢 來 X 半卡會 這就是Y嘛 對不對 X的條件之下 發生Y的Likelihood 等於 半卡會的機率 是多少 6分之10 乘上什麼 半卡會的條件裡面 女生的比例 半卡會的這六個人裡面 女生的比例 6分之4 這樣可以接受嗎 乘上 半卡會的這些人裡面 31到40歲的機率 6分之2 乘上半卡會的機率 上班族的機率 6分之3 乘上 半卡會月收入中等的機率 6分之1 這樣我們可以乘出來一個數字 0.01 這樣可以接受吧 可以接受嗎 好 那接著 半卡不會X 那 以此類推 我們只有把 我們只有把這個換掉對不對 這個換掉 4分之4換掉對不對 好 接著 不會沒有半卡 然後 性別女的機率 就是 沒有半卡這些人 不會這些人裡面 女生的比例一個 這樣可以啦 4分之1 好 所以 我們是不是兩組機率都算完了 兩組機率的累成 0.01 0.018 所以 他應該是比較傾向 不會半卡 這樣可以接受吧 在這樣的一個條件之下 他不會半卡 這個答案是不是跟我直接看差很多 我直接看 因為只有一個sample 所以他就是會 對不對 可是我如果這樣成 答案是不是就不一樣了 我是把答案故意設計成不一樣的 我只想告訴你們說 這個圖數被S分類器 他其實就是用這種方法去做一個計算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 就是 來做一個 就是一樣 我們用自己的data來做一次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來首先 我們想要用 Gender跟Rate來預測AMI Gender跟Edge Rate來預測AMI 那我們一樣 我們先把 這一個 就是 就是 我們就直接把 GenderRate 然後Data 直接一起丟到 AMI 然後用這個 NaiveBase 這個 NaiveBase 這個函數就是跟前面那個什麼 LDA GLM 那長一模一樣嘛 對不對 這樣子我就得到一個結果 好 那重點是這個FitBase 它裡面有什麼東西咧 來裡面有什麼 欸這個是什麼 喔 這就是 這個P 因為你還記不記得 你如果要算的話 是不是有一個關鍵因素 就是PY PY'這些數字我們要嘛 對不對 然後還有在 Y的條件之下 每一個的幾率 在Y'的幾率下 每一個的幾率 所以咧這裡 你看它吐出了什麼 第一個 P NOT AMI的幾率 P NONSTEMI的幾率 PSTEMI的幾率 對不對 然後同時 P NOT STEMI 女生的幾率 P NOT STEMI 男生的幾率 這樣可以吧 P NONSTEMI P NONSTEMI 男生的幾率 P NONSTEMI 男生的幾率 這些幾率是不是也都有了 這些幾率都有了之後 來RATE 因為它是個連續變相 RATE是個連續數值嘛 所以它沒有辦法寫條件幾率 它給出的參數是 在NOT AMI裡面 它RATE的平均數跟標準差 欸平均數跟標準差 我有 我是不是就可以去計算出 它在常態分佈裡面的幾率是多少 還記不記得我在用最大概4估計法 在計算現金回歸的時候 我是怎麼做的 我是不是用了一個函數在DNORM 就是去計算每一個樣本 在當前殘差的狀況下 它的高度是多少 所以那個高度就是一個幾率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算啊 好 來我們再一次 就是當前的條件是RATE等於100 GENDER等於MAL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NOT AMI的likelihood是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P NOT AMI 先乘上來對不對 再乘上 NOT AMI RATE100的幾率 再乘上 NOT AMI GENDER等於MAL的幾率 來我們現在回頭看這裡 所以 P NOT AMI就是這一格 對不對 然後P NOT AMI RATE100的幾率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算 P NOT AMI 沒有的幾率 是不是就這一格 這樣可以接受 所以就這一格 乘以這一格 再乘上 NOT AMI RATE等於100的幾率 來 NOT AMI RATE等於100的幾率 是這樣子 來 平均數為 平均數為90 標準差為23 這樣的條件之下 平均數為90 標準差為23 這樣的條件之下 如果你的RATE是100 它的幾率應該是多少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以透過 這一大串FUNCTION 我們可以得到什麼勒 L1 L2 L3 那我們把L1 L2 L3把它合併成LFACTOR 這個LFACTOR 是不是就是 NOT AMI的幾率 NOT AMI的Likelihood 跟 這個 NON STAMI的Likelihood 跟 STAMI的Likelihood 我們把它 除以 他們各自的 他們的累加 這樣是不是就會 有點像Soft Max 它會變成100 對不對 可是這個東西 你為什麼不用Exponential 因為 這個東西是個機率嘛 機率本來就是 介於0到1之間的 所以我不需要先做Exponential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 所以我的 現在我直接相處之後 它根據我們剛剛的條件 GENDER等於MAL 然後 那個 HEART等於100 它算出來的 NOT AMI的幾率是 64% NON STAMI的幾率 13% STAMI的幾率 22%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如果用PREDICT 然後我們故意把一個 我們故意把RATE等於100 GENDER等於MAL 給它輸入進去 然後我們把它PREDICT一下 用這個FITBASE 然後去PREDICT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答案是什麼 你發現了嗎 完全一樣對不對 好這樣可以了解 這個就是它的這個 Likehood 然後最後就可以 給出一個答案 這樣可以了解吧 這個 貝葉斯分類器 圖數貝葉斯分類器 非常簡單對不對 我想這邊 大家可能會覺得蠻簡單的 好 好那我們現在一樣 成練習 我們再使用RATE跟QTC 再來預測LVD 同樣樣本已經做好了 好你大概可以想像的出來 就是圖數貝葉斯跟這個分類器 跟邏輯思惟規 它就是會不一樣 它的答案就是會不太一樣 邏輯完全不同了嘛對不對 所以請你 它不再是存在一個矩陣 而是它是直接 就是做一些奇怪的運算對不對 好 請你試著做一次 你需要使用的函數就是上面這裡 來NOTBASE 拿一BASE 然後去做一個MODEL出來 然後最後把它拿去PREDICT 那我們給大家一樣15分鐘的時間 來做個練習 好那這個語法 就是跟前面也是非常像 來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喔 就是我們現在啊 就是在預測的時候 基本上是不用下太多 腦袋去解決的啦 好不好 但是我們在 我們在建模型的時候 是基本上這個語法都非常固定 可是我們在PREDICT的時候 如果你注意PREDICT的時候 它是不是有時候要打一些什麼Type啊 然後又有時候要第二個 第二個column之類的 來注意喔 我們在做這個就是 我們在做GLM PREDICT的時候 欸它就直接出來就可以用了對不對 在做這個 欸就是這個 線性判別分析的時候 它是不是都要拿到 這個東西裡面的 這個 裡面的一個物件裡面的第二個column 對不對 所以以後你在用不同的 機器學習模型的時候 你要注意資料格式的轉換 那除此 因為每個函數它的 呃 預測要用的東西 跟輸出要用的東西 都不太一樣 那 所以說你只需要注意這件事情 那之後啊 你就可以直接輕鬆的去使用它了 那這個圖數BASE分類器啊 它預測出來的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就是先 執行這個FIT BASE嘛對不對 那 它拿到的這個information 我們其實也會用了 那你要很簡單去使用它 你就是用PREDICT這個函數 那你得到的結果 欸這個就是一堆 這個機率嘛對不對 那你得到一堆機率之後 你就可以拿來畫ROC Curve 下面的語法 基本上是不用改的喔 你每次做的時候 你根本就不需要改它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我們直接RUN 好 我們看一下 那這之前的 RADICT的AOCE是不是0.76 那現在RADICT的AOCE是不是0.722 所以如果你今天同時做了 樸素BASE跟邏輯碎規 按照我們的邏輯 我們就會選到 樸素BASE這個model 這樣可以吧 啊注意一件事 你不可以 用TEST SET的結果選喔 今天 剛好 它的在TEST SET 它的準確度是0.705 它在前面是0.702 你不是用它選的喔 這到底講 你不可以知道它的答案 你只能做一次 你是用它來選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不然的話你就 相當於你就在 因為你 放到真實世界的時候 你永遠不知道 哪一個model是表現最好的 而你就只有一次機會 所以TEST SET只能夠用一次喔 我要不斷的強調這件事情 好不過 就是這個 這樣看起來的話 這個 多選一點model 總是好的 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 你應該會覺得一件事情 就是 機器學習的模型還蠻簡單的嘛 對不對 你們覺得統計的方法 跟機器學習方法 哪一個比較簡單 呃 你們到目前為止 一定會覺得機器學習的模型 比較簡單啊 因為機器學習模型 真正難得還沒有遇到 機器學習模型最難的那個方法 我們會用兩節課的時間上它 因為它真的太難了 好 那 這個 欸 但是啊 這個我們還有一個更簡單的方法 這個方法 是什麼呢 叫 K近零演算法 什麼意思咧 就今天 我把所有的點打在 這個 就是我把這個 呃 就來說我要用 Rate跟QTC去預測AMI 那 Rate跟QTC Rate在這裡 QTC在這裡 那我們假設有一個新的病人 他的 Rate是 這個 150 然後 QTC是600 那 我把它點成黑點 對不對 這個所謂的 K近零算法 就是 我把這個黑點周圍的 K一個 K一個樣本 最靠近的K個樣本 我們來看看這K個樣本 他說 是什麼 那答案就是什麼 這K近零演算法 有沒有 邏輯非常簡單 完全沒有任何 難度 就是去計算 離他最近的 K個點 看看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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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有幾個 NOT AMI 幾個 NON STAMI 幾個STAMI 那我就決定 我最有可能是什麼 這個邏輯是不是非常簡單 那這有什麼缺點 這個優點就是非常簡單 缺點是什麼 如果在這裡 他選到的 20個點 其實都離他非常遠 對不對 如果在中間 20個點 好像選的都太近了 是不是 樣本數要多一點 所以這個 K近零演算法 他 優點就是簡單 缺點就是 呃 他對資料密集度 比較不足的地方 他的這個 他的預測能力顯然就不好 對不對 第二個 這個K 要選多少 我也不知道 K選10比較好 還20比較好 還是30比較好 不知道 這是不是一個參數 要讓我調 注意哦 剛剛前面 呃 LDA有需要調參數嗎 不用 那 樸數被S有需要調參數嗎 不用 那這個 K近零演算法 這個K 可能要從 我可能要從5開始調 調到30 看看哪一個Model比較好 這個 要調參數可多了 對不對 好不過 這個 你現在 就是現在我們大家的階段 就是我們會的東西不多 呃 有東西調中比沒東西調好 對不對 所以K近零演算法 其實也不錯 好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邏輯就是這麼的簡單 那我們現在來 去 我們現在來 把這個點把它打出來 好 那我要怎麼去計算 呃 以這個新的點 跟所有已知點的距離 這個非常簡單嘛 這個兩個向量相減平方合 這樣可以吧 兩個向量相減平方合開根號 就這麼簡單 就是那個 呃 就是那個歐式距離 歐式定理 就這麼簡單 所以就是 每一個向量都跟 我的NUX相減平方之後 然後累加起來 那有沒有開根號 不是重點 因為有沒有開根號 大小順序不會換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的Distance 是不是 每個點跟我的Distance 我是不是都算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全部都算出來以後 我現在就找 我的K parameter 假設是20 我就找20個最新的點來 來20個點來 預測最新的點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法 我們先 看看他 排序之後 第20個 排序之後 先排序然後看看他第20個點 他的數值是多少 那他的數值決定了以後 他的數值決定了以後 我們再來把 所有小於這個數值的 全部把它抓出來 好這樣子 我小於20的20個點 就是這20個點 我要用這20個點的答案 來決定我新的點 他的答案是多少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它畫出來 好你看喔 這個黑色點就是我不用的啦 這個 方塊就是我剛剛那個點 然後這個黑色點就是我不用的 那這一些就是我的 剛剛選到的20個點 是不是離他最近 這樣可以接受 那你這樣看起來是不是紅色偏多 所以答案就是紅色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裡一樣 我們只是把這個軸把它放個比較大一點 紅色居多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這個方法有什麼問題 這個方法有個問題喔 好我們先答案比較有可能是 NAT AMI這個我們不管好不好 這個我們就知道 有什麼問題勒 就是 在計算距離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軸 這個軸 這個軸是0到700 這個軸是 50到250 心跳跳太快很太容易喔 那QTC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這計算距離的時候 這個軸因為它尺度比較大 所以它是不是距離的就會比較遠 因為這兩個東西它單位不一樣啊 它單位不一樣我們在算距離的時候可以這麼簡單的去做處理嗎 好像不太好 大家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今天 QTC差100 跟Rate差100 這QTC差100可能沒什麼感覺啊 心跳差100下 那還得了 對不對 所以Rate的重要性似乎比QTC更大 對不對 好那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標準化 就是我對 我對這個 心跳標準化 我對 這個QTC也標準化 標準化就是減平均值除標準差 減平均值除標準差 它的所有的尺度都會變成是 per一個標準差 那這樣子我就 我現在也不去比說誰比較重要 但是現在大家的單位都變一樣啦 都是一個標準差嘛 所以我現在 我就把它減掉平均值除以標準差 然後得到我現在這樣的答案 再去計算Distance 然後得到新的Distance之後 我再畫圖一次 好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點是不是有 換 來這是 標準化前 標準化後 來我們注意到 本來 本來是不是 這個軸的尺度 本來這個軸的尺度比較小對不對 就是上下比較小 現在上下是不是變大了 上下變大 左右變寬 因為上下的距離 對他來講 沒那麼重要了 所以他上下變大 這樣知道吧 左右變寬 因為左右的距離 變得更重要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這個 就是 K淨靈演算法 他需要 對兩個軸進行標準化之後 再去做 這個想法非常簡單 但是你要知道一點 就是他在做之前 最好要先標準化 那如果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就是 特別想要強調某一個數值 舉例來說 這邊有10個數值 我就覺得年齡是最重要的 可不可以 可以 那請你標準化完之後 對他成個10 那你就可以 得到對年齡權重比較高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 好 所以說 我們畫圖的時候 要使用原來的Scale 好那我們 我們實際上在做這個 我們實際上在做這個 就是 在做這個 模型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做 來我們就需要用到 Class這個Library 裡面的 KNN這個函數 那怎麼做 來 注意他Predict的方法 非常特別喔 以往我們都是先產生一個Model 對不對 就是 先用Training Data 去產生一個Model 可是KNN可以產生Model嗎 不行啊 為什麼 因為你就是要 你就是要那個原始數據啊 你不可以產生Model 因為 之前的模型 我們都是 不管是樸數貝爾斯 還是邏輯碎規 我們都是產生一個矩陣 或是產生一些條件機率 那根據這些條件機率 做一些計算對不對 可是 KNN 我們的計算邏輯是什麼 我們去找 離他最近的10個點 所以我們可以省略任何資訊嗎 我們不能省略任何資訊 所以 KNN這個 函數 它沒有辦法產生Model 我們永遠 每次我們要計算新的Data的時候 我們都要把本來的TrainingX 讓他放進去找 找出他最近的10個點 最近的K個點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 有Scale跟沒有Scale 就是有標準化跟沒有標準化 我們 我們 得到的 我們得到的 這個 就是 如果是沒有標準化的話 我們的預測結果是這樣 有標準化的話 我們預測的結果是這樣 那他們誰比較好 嗯 差不多對不對 反正就差不多爛 為什麼 因為NOT AMI 還是佔大多數 你今天NOT AMI在整個樣本裡面就佔大多數 你從裡面抽20個來 大部分當然是NOT AMI為主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可是這樣的答案是對的嗎 欸 或者這樣是真的我們想要的結果嗎 不是對不對 我們想要的是 這個總是有程度上的差別 對不對 有些人 他的周圍10個 他的周圍20個點 可能有七八個點都是Stami 那這樣是不是就說明他很有可能Stami 即使NOT AMI的人還是比較多 好 所以說 一樣我們必須去想辦法 畫出ROC curve 那我們要畫出ROC curve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這一個 predict出來的這個東西 KNN這個東西 我們必須去看一下 就是以後也許你會 以後也許你會接觸到說 這一個 就是這個 一個新的這個機器學習的方法 我請你們試著去看 這一個 套件的說明 然後來看看 我們要怎麼樣使用這個 使用KG0演算法 把這個他的機率 他的預測值 就是那個連續的數值 把它抓出來 好 這個當然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應該說最標準的做法就是 你要去看這個套件說明書 但是這個 我們這裡其實就是 後面答案也是有提供 你如果只要看答案也可以 可是以後你就沒有辦法 去應用在 新的這個算法上面 好 我們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這題 這題的答案啊 就是 我們需要看一下這個 predict validation 1 然後我們會發現什麼東西 這裡有一個 東西叫attr attr是什麼東西啊 是這個 是這個物件的屬性 這個是 R的物件裡面啊 就是我們之前 從來沒有教過的東西啊 那其實 這裡面 我 不是說沒有我要的東西 是 我要的東西藏在屬性裡面 那我要怎麼把這個 屬性的東西叫出來 我如果這樣按1 他就是NOT AMI 2就是NOT 那個 就是他前面那個東西嘛 我需要 我就是這樣打attr 然後這個東西 然後他的屬性 PROB 這樣我就可以把他的機率給抓出來 這樣都可以 欸你這邊少打 任何一個字 他都 欸這樣也可以喔 我不打字也可以喔 欸對啊為什麼 為什麼 那為什麼 欸為什麼 好吧 他可能覺得 他可能覺得這些就是 都是他的簡稱啊 好不好 這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樣打出來 其實照到你這個亂打 是不可能打出來的 因為你說打什麼東西呢 就是 你直接print它 你就可以看到 欸這裡 這裡其實有給我線索了 就是在這裡 他有告訴我 ADR PR O B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說 如果我要做預測的時候 我就是這麼做 好我直接這樣子做完之後 我就直接用 我就直接用 x 的 矩陣 然後去 用這個 validation 去做一個 validation predictor tester 做一個tester predictor 然後得到他的 propriety 得到他的propriety 去做運算 好那 我這樣運算出來的結果 這是 k-20嘛 他答案是不是蠻差的 這個結果不好 那我k-20感 k-30好不好 我們再做一次 欸好像有變好欸 對不對 我們改成k-50好了 欸好像 有一些變化對不對 不見得比較好 但是 就是 會有一些變化 45好了 你會發現你下不同的參數啊 答案都不一樣 對不對 好所以我跟你們講啊 這個 欸就是這個參數就是要好好調 啊你要怎麼調 你可能要寫回圈去處理它 但是你不能夠看 一樣喔 你不能夠看test set的結果 你只能看validation set的結果 validation set的結果 validation set的說 哪個數字比較好 那就是哪個數字 你不能夠偷偷看答案 你偷看答案那都是作弊啊 好不好 這個作弊會帶給你的下場 就是等到你真的放到 真實世界去用的時候 你就沒有機會作弊了嘛 對不對 你就不知道 因為你不知道用哪個比較好啊 所以你得到的答案是多少 呃很有可能就會 呃比你想的 就是 少很多這樣子 好 那我們等一下還是 花一些時間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不好 那 不過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今天一口氣 寫了三個機器學習的方法 但如果你注意的話 這三個方法 他都是分類器 他不是 他只能拿來做分類喔 我們來仔細想一下 LDA 他有可能做連續嗎 好像有點困難 他只能做分類 因為他需要 把東西分成 主間跟主內 他要有主這個成分存在 圖數 背X 他可以做分類嗎 欸他可以做連續嗎 不行 你想一下 如果可以做連續 那我連那個PY 都沒有辦法求啦 對不對 那Y 在那個Y的條件 的X 那個錯 我就不可能求到啦 對不對 PY你還可以求 那P 在一個Y的特定條件之下 他的X多少 是不是就沒有辦法求了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你看他也只能做分類 那這個K 淨0 分析方法 他可以做連續變相 但是 他這個 因為他可以把最近的20個點 求出來之後 我可以去把這個 最近的20個點 求出來之後 我可以去把他的這個 假設他的Outcount 假設是年齡的話 我會把年齡平均起來 當作結果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們今天教的這三個方法 他 都是分類器 頂多可以處理連續變相 那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當然是不可能去處理存活分析資料 對不對 好所以說 存活分析資料 就是存活分析 我們上一節課 教的那個model 他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之後 有很多方法 也許 他只能夠用在 有很多資料 他可能只能夠用哪些 某些東西 只能夠用某些東西 那不是所有都可以用的 存活分析方法 能夠用的model 非常的少 所以我們上一節課 學的那個東西非常重要 好 那這個 我們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今天的所有方法裡面 嗯 樸素貝斯跟LDA 他都是線性的 可是這 K近零演算法 他其實是非線性的喔 他這個 他這個已經算是非線性的模型了 並沒有什麼線性預測的意思喔 那 他覺得說 這個 同樣都是Rate Rate 同樣都是QTC 等於這個 500好了 Rate等於 50跟60的差距 和70和80 完全不一樣喔 因為根據你周圍的點 你這個答案完全會不一樣 沒有說機率提升多少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他已經是一個非線性演算法了 可是 你會發現什麼事情 他好像表現也不見得比線性預測來的好嘛 對不對 所以在很多情形之下 線性預測還是一個最簡單的Solution 那他並沒有不好喔 就是有時候他的表現也非常好 好那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 我們 到目前為止我們學了三個機器學習的方法 但是我們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 統計方法雖然是線性模型 但是線性模型也沒有比較不好嘛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有非常多不同資料型態 我們仍然必須要用統計學的模型去做處理 所以說下一節課 我們會把 Linear Regulation Logic Regulation Softmax Regulation 跟Cox Propulsion Hard Model 把它整合成同樣類似的方程式 把它整合成同一個集群 並且對這個式子做一些擴展 做為我們新的機器學習的方法 他叫彈性網路 Elexic Neck 好不好 那這個 我們下一節課就會教這個 好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大家還可以再練習一下好不好 那可能要助教留下來陪你們 因為我好像要去做評鑑報告 這樣子